大家好,我是小萍 如果你吃腻了炒猪肝 不如换个方式这样做 嫩滑爽口无腥味 下酒又下饭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块新鲜的猪肝 我们买猪肝要选这种表面光滑 用手按压特别有弹性的 这样的猪肝口感也会更嫩 下面把猪肝切成薄片 猪肝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 适当的吃点猪肝 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起到保护势力的作用 猪肝切好之后 装入盆中 碗里面倒入一罐啤酒 然后用筷子搅拌几下 加入啤酒浸泡 不仅可以去除腥味 还能把猪肝里面的毒素全部排出来 搅好以后 先放在一盘浸泡15分钟 准备几个干辣椒 用剪刀剪成小段 剪好之后 把里面的辣椒籽去掉 再倒入开水 浸泡5分钟 时间一到 再清洗干净 把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洗掉 然后控水捞出备用 取一小段洗净的大葱 把葱白切成葱末 切好之后 装入碗中 然后把切好的姜末和蒜末一起放在碗里 再加入干红辣椒和适量的白芝麻 接着浇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再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香醋 少量的蚝油 再来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鸡精 和一小勺白糖 继续用勺子搅拌均匀 简单又美味的凉拌汁就调好了 看看时间差不多了 把浸泡好的猪肝捞出来 翻到流动的清水下 多抓洗几遍 把里面多余的血水抓洗出来 直到没有血水流出就好了 洗干净之后 控干水分 放入碗中 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胡椒粉 两勺玉米淀粉 然后下手把猪肝抓拌均匀 抓匀后 先放一盘 腌制15分钟 接着我们来切点小料 准备一根小葱 洗净后切成葱花 再来一小把香菜 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放入几片生姜和一个葱结 等水烧开后 再加入一点料酒 接着倒入腌制好的猪肝片 烫到猪肝变色后 就立刻捞出来 猪肝一定不能烫久了 否则吃起来会比较干硬 把烫好的猪肝 把烫好的猪肝装入大碗中 倒入提前调好的料汁 用筷子搅拌均匀 然后加入葱花和香菜 再次搅拌几下 就可以装盘食用了 这样美味的一道凉拌猪肝就做好了 通过这种方式做出来的猪肝 吃起来又香又嫩 不仅没有腥味 还特别的下酒又下饭 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做法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